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我最近腿麻又有点屁股痛 医生说我是坐骨神经痛 奇怪 我又没有长长久坐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坐骨神经痛呢 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词啊 在电视上都听过 身边人也讲 但说老实话 问他哪里出问题 恐怕也说不可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 神经内科林志豪医师 来跟我们真正地解释一下 什么是坐骨神经痛 我们掌声欢迎他 林医师你好 林医师你好 林医师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的时候看到 那个时候还是医学生的时候 或者是当年轻医生的时候 广告里面讲坐骨神经痛 我还真的是没办法对应到 我就想他到底是什么病 后来才能够知道说 他其实是一个症状 是 坐骨神经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身体最长的一条神经 对 而且是这个症状 也是五花八门 是 没错 我们今天就访问了一些 没有医学背景的人 看他们对于坐骨神经 这四个字 坐骨神经痛这五个字 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通常是在那个电视上看广告 然后他后面会站一个小金 大金人 然后在那边指那个什么 什么这里痛那里痛 然后坐骨神经痛 没有听过坐骨神经痛 谁会有坐骨神经痛呢 有坐的人吗 还是电脑工程师 锥肩盘有突出吗 所以影响压迫到神经 造成所谓的坐骨神经痛 下半身吧 从脊椎最尾端吧 应该是屁股痛吧 因为是应该是坐骨嘛 那应该是坐在那个 就是屁股跟大腿之间 甚至有点连到腰的地方 林医师你看很多人都认为 坐骨是一个骨头 就坐着 会接触到椅子的骨头 对对 不是吧 不是不是 我没有坐骨这个骨头 根本没有这个骨头 没有没有 这边有一位讲了椎间盘突出 是 这个好像就有点专业了 好像比较跟坐骨神经痛 是有关联性的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坐骨神经 我们是从这个 这个我们腰椎这个地方 它是延伸出来 尤其第四 第五节 那这个地方 其实常常就是我们发生 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的确 椎间盘突出压迫到 我们这个 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的神经根的时候 那神经根发炎的时候 的确会造成这个可能 坐骨神经痛 但是坐骨神经不见得 一定是发生在腰椎这个地方 对 但对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讲 这算得分了 是 至少坐骨神经痛 他可以想到椎间盘突出 是 比较常见的原因 对 对 避开 坐骨神经痛 应该不用看医生吧 应该就不要一直坐着就好了吧 坐那个按摩椅 按一按就好了 坐骨神经痛 要吧 痛应该都要看医生 骨科 或复健科 应该要去看腹健科吧 或者是中医针灸吗 我应该会先去看中医 因为我以前背部重讯拉伤的时候 那个肌肉会 就是会一直缩 然后去给中医看针灸的时候 他就是直接给我刺在背上 刺在背上 然后会舒缓那些肌肉 那我觉得先去 我是我的话 我会先去看中医 然后如果还需要再加强 或是没效的话 我才会去看西医的 看神经内科吗 因为有神经应该就是对应神经吧 他讲神经内科 林医师比个赞 是 有神经看神经内科是OK的 合理合理 对 那如果看错科会怎样吗 其实不会 其实我想现在大家 坐骨神经 其实当然很多人会看家医科 看骨科 看物件科 像我们神经内科 其实比较擅长 就是我们会帮病人诊断 你这个 这个坐骨神经的 这个疼痛的位置 可能是在哪里 说腰椎座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位置 我们可能 透过我们神经理学的一些检查 可能我们会转接到骨科 或神外或腹健科这样子 对 对 了解 好 刚刚林医师 你跟我们说了 坐骨没有这个骨头 但坐骨神经是有的 坐骨神经的位置 我们有一张图 让大家看一下 对 坐骨神经 的确就是 它是从腰椎 这个腰椎的第四第五节 跟间椎这些神经 你看它慢慢像电线一样 然后跑 跑到我们臀部后面之后 它沿着我们大腿的后侧 然后慢慢到小腿的这个外侧 这个后外侧的地方 然后到竹槐这个地方 这一整条是我们身体最长的神经之一 所以只要在这个神经上面有任何的一些 不管是压迫 发炎 这些 可能都会造成我们所谓的坐骨神经 对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专业 有一位刚才访问的对象说 椎间盘突出 其实像这样看起来 前面这两节的椎间盘突出 都有可能会压到坐骨神经 对不对 是 没错 对 那除了椎间盘突出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会让这个神经 知识通通吗 对 另外一个蛮常见的 就是其实在臀部这个地方 我们有这个叫 梨状肌症后群 那就是说我们臀部中间 一个比较深层的地方 一个是梨状肌 那很多人可能久坐 或是自视不良 所以久坐真的有关联 对 尤其是比较瘦的人 那个臀部没有太多肉的时候 坐很久的时候 的确那个地方有时候发炎的时候 压不到这个坐骨神经的时候 也会很痛 那另外一些骨盆 有时候骨盆这个地方 有时候受伤 骨折 其实有时候会影响到坐骨神经 但之前我们也有遇过 在大腿这个地方 长颗肿瘤的 其实也可能会 压不到坐骨神经 那另外一个可能会遇到的 像一些 糖尿病病患 如果糖尿病控制不是很好 说他们会坐骨神经 这个地方会发炎 也会造成这个神经痛 所以其实非常多不同的原因 会造成坐骨神经痛 我们小编做了一个 人形立牌 所以有哪些地方的不舒服 长期来看 可以跟这个坐骨神经 扯上关系 对 我们坐骨神经 我们刚才讲它的路径 就是从腰椎到这个臀部 到大腿 后侧跟小腿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它这个很多人 它可能腰椎压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腰痛 对 腰痛 那再来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有时候是屁股痛 这边可能屁股会痛 那再来就是它会大腿 大腿后侧 那再来是有些部分会到小腿 那这是最常见的 那坐骨神经痛 它通常有些特征就是说 它痛之外 它有时候 它痛会像是电到 然后会伴随着一些感觉的异常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 有些人会觉得是 针刺感或是麻麻的 那比较严重的 还会伴随着一些无力感 可能走路有时候会突然之间无力 瞬间无力 这种无力感都可能会发生 对 那但更严重的 有时候坐骨神经 譬如在这个腰椎的地方 比较下面这样压迫到 可能有时候还伴随着大小变湿剂 是 那刚才讲这些疼痛 麻 刺 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吗 还是说渐渐渐渐渐 越来越不舒服 有些人是会 就是突然之间 但是它可能有时候会伴随着 正常时间会越来越严重 突然之间 然后越来越严重 对 所以像刚刚讲 椎前盘突出 或比较常见的椎前盘突出的话 它就是突然之间突出了 压到了 对 没错 但是你不处理它 就越急越严重 那为什么 像刚才就有人说 再看看吧 学习一下吧 或是我就去 这个按摩一下 针灸一下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一些 我听起来是很困扰的事情 却不愿意去找原因看医生呢 的确其实统计上 其实有一大部分坐骨神经通 它其实是有自己好的 所以有些比较轻微坐骨神经压迫 有时候可能四到六个礼拜 它可能有时候自己 就是刚才有人讲说 热敷 冰敷 或适当的活动 有些人就的确慢慢好 所以这第一个是 有些人其实不见得要看医生 他就会好了 那当然很多人是因为 他不知道看哪个医生 对 所以如果今天自己好 那就算了 对 如果没有自己好这些症状 多久你觉得应该是 不要再自己在家热敷 拉筋了 对 在台湾其实我会建议 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好 就可以来看医生 对对对 其实如果说疼痛 其实我觉得疼痛 也不要一直去忍耐它 就有时候会忍 有些人会忍很久 所以我觉得一个礼拜 如果说你休息一下 或吃了简单的 这个止痛药 好像都没有好 我是觉得可以找医生评估一下 你这个疼痛是不是做五神经痛 那它位置可能是在哪边 那可能需要做什么样治疗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刚才林医师讲说 有些人就是休息一下 我觉得年轻人 或者是说平常没有什么 太多疾病的健康成年人 就算了 我觉得比较担心是有共病的 是 它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 就这里痛那里痛 突然就这样 就老了 就一拖再拖 像刚刚提到说糖尿病 对啊糖尿病的患者 为什么特别容易 做骨神经会不舒服呢 对其实糖尿病 我们讲糖尿病 其实它有三大病变 其中一个叫神经病变 其实神经病变 大家比较常讲 想到的就是手嘛脚嘛这样子 但实际上 只要是神经的地方 只要是有糖尿病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时候 其实糖尿病本身 会造成神经的一些发炎 或是一些自由基的一些 的攻击或是缺氧 然后循环会变差 所以那个神经就变得很脆弱 所以再加上 你如果又知识不良什么 其实你的神经相对脆弱的话 更容易出现问题 那甚至有些糖尿病 本身造成这种 做骨神经的发炎 它其实本身有时候会非常严重 甚至会造成这个肌肉萎缩 所以我们曾经有遇过这种糖尿病患者 因为控制不好 所以做骨神经发炎的时候 其实它很辛苦 除了要把血糖控制好 它的神经痛也没那么快好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因为疼痛不堪 它不像是说如果是腰椎压迫到你 可能如果真的疼痛不堪 开个刀很快就可以缓解 它这个又不是能够开刀的 对 它就只能吃一些 这个神经痛的药 那个其实就是过程就会比较辛苦 对 而且它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舒服 它的这个肌肉不用 或是那个神经本身已经出了问题 它的肌肉这样萎缩 它又卧床或是坐轮椅 对 然后控制又更不好 对 感觉就是很滑坡 这样一步是按许 所以我刚刚也听到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这个做骨神经 一路上面有东西压住它 你也搞不好还可以开刀解决 对 那像糖尿病的这个神经炎 没有东西压它的 对 它就是自己本身也神经在发炎的 对 那 你只能就是把血糖控制好 是 然后等神经 你看能不能慢慢 那神经在恢复 其实都比一般人想象中 还要来久一些 对 所以很多人对神经痛 其实他们都期待说 可不可以一两天 一两个礼拜就恢复 可是实际上有时候都要用月 可能要一两个月 甚至有时候半年 有些神经痛才会慢慢的缓解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种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 比较辛苦的过程 是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治疗的部分 因为刚刚讲神经痛 据我初浅的认识 一般的止痛药 对神经痛的效果就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 对 所以像这样一个做骨神经痛的 处理方法有哪一些呢 对 但初期待我们还是讲 如果是轻微的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休息 但是不要久坐 不要久站 其实有时候轻微的做骨神经痛 你只要 适度稍微活动 换个姿势 这个活动一下 因为有时候做骨神经痛 比较严重 是有时候肌肉很紧绷 会去压迫 所以如果当肌肉 比较放松的时候 有时候做骨神经 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讲药物 药物当然一般的消炎止痛药 其实对做骨神经痛 的确效果不好 但是有些其他的一些 神经痛药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那些神经痛药 当然相对可能就比较多的一些 可能会疲惫的副作用什么 所以可能要看病人的状况 如果他真的痛很厉害 但适时吃点神经痛药 可以改善他一些生活品质 那当然如果说一般来讲 如果说这个药物治疗效果 不是那么理想 有时候我们会伴随着一些物理治疗 对 一些冰敷 热敷 电疗 如果是比较确定 它是这个腰椎的压迫 最基本的突出 一些腰椎 可以适时地做个复健拉腰 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帮忙 那如果说真的药物复健 效果还是不好 因为还有些人会打这个 就叫脊椎注射 有时候在做局部的注射 可以打一些肋固醇 或是一些麻醉剂 它也可以相当地缓和 病人疼痛的状况 等于是把神经旁边的那些发炎 能够消肿一点 对 不要再压住它 是 没错 那这个可以这样症状比较缓解 但那个是能够一劳永逸的吗 那通常可能还是没办法医劳永逸 这种注射治疗 通常可以短暂地缓解 它疼痛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 譬如一些长辈 真的年纪很大了 他可能真的疼痛得很不舒服 吃药又太多药了 那可能开刀 他可能还在考虑当中 那我觉得注射治疗 当然可以做一个中间的一个 不错的一个治疗方式 让病人生活品质好一点 手术是最后一刀 因为刚刚讲 不管是最近的突出 或者是刚刚说 李撞击的 所以要不 好像就是开刀 好像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后面还是得要靠 刚刚讲基本盘 是 没错 可不可以再让我们 更加理解一下 这种不管是复健 或是物理治疗 甚至有一些 肌力训练的重要性 对 所以刚才黄医师 讲到很重要 就是说 当如果你在生病的时候 其实我想很重要的是 要治疗 包括复健 我常常讲 最起码突出压迫的神经 它只是一个结果 它不是原因的 很多都是因为 久坐 知识不良 在这样核心肌群的 这个不好 那个肌耐力不足的时候 导致这个比较容易会 不稳定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还是需要做 可以保护你的脊椎 当然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不管是休息 吃药 或是复健治疗 我想这些东西 还是先要做 等你的状况 比较稳定之后 比较好之后 那再来从事 后面这些运动的 相关的一些辅助 我觉得这是比较恰当 对 很多人会很害怕 因为他可能 上次发作的时候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 有一天搬了一个中午 然后隔天脚就 开始刺啊 麻辣 对 所以他对于 要再重新恢复活动 他会有点害怕 对 会害怕 很多人都会这样害怕 然后结果就 就一直休息下去 然后就又更 核心又更没力 然后下次就换另外一个地方 也压迫到这样子 对 所以休息一段时间比较好了 用药稍微比较好了 那接下来是要找谁 职能治疗师吗 还是怎么样的专业人士 对 其实我会比较建议 是这方面可以先 请这个腹健科医师 那搭配职能治疗 物理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那除了帮你做一些 腹健的治疗之外 可以建议你做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腹健的动作 腹健的动作 那我觉得这样对病患来讲 会是会比较好的选择 不要上网自己看 我觉得上网自己看 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 因为自己的动作做一做 有时候反而 有时候会加重一些姿势 其实会加重 或是你的动作不正确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伤害更大 好 出现这些麻麻 刺刺痛痛 没有力气的症状的时候 刚才已经说了正确的做法 那可是江湖上面有很多 不太OK的做法 也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警告一下 其实很多 其实我们在坊间 其实常听到一些做骨神经痛 很多会 比如说有些说 什么吃什么药 就会化那个骨刺 或是做什么治疗 就会化骨刺 我常跟大家讲 这化这个骨刺 大概你如果不是用开刀方式 你大概没办法解决 这个骨刺或罪判突出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 不要轻信说 什么东西可以化骨刺 对 那但有些 这个坊间的诊脊 其实可能也要 要比较小心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在骨头构造上面 如果没有确定它的问题之前 其实可能要注意这个骨头 如果骨头它有其他的病变的话 这可能是要比较注意 哪一种诊脊是比较危险 电视上有那种 caa caa 是什么 我每天听到那个caa 我就会有点害怕 caa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就是 其实这 当然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还是希望找 合格训练过的中一次 就是说像针脊 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是比较 我会觉得会比较安全 热敷 大家都可以理解 电疗 现在外面有在卖 那种自己在家居家贴贴贴 电疗本身的确 一些低周波 或是一些电疗的一些治疗 它本身只是让神经的感觉 好一点点 它可以让你的神经 那种神经痛感觉 相对来讲舒服一点 但对于坐骨神经痛 本身的治疗 当然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根本的问题没减少 那翘二郎腿呢 很多人坐骨 坐骨嘛 就坐着 一定是跟你知识不良 知识不良就是翘脚 这有时候其实翘脚 的确本身它也会诱发 所以的确我们在 在做那个理学检查的时候 我们会帮病人做类似 翘二郎腿的动作 然后让它那个大腿内旋 然后去诱发它这个坐骨神经 看是不是那个地方压迫到 对对对 会可能压迫 那换一只脚翘了 其实这个动作不太正确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还是 尽量还是不要做对 OK 那那些名模怎么办 他们不是上电 主播啊 所以他们很多可能 这个坐骨神经 职业名 当然有时候比较久了 比较难久了 有时候也可以做注射治疗 这个时候就由超音波 去定位 然后做注射治疗 也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对 我有非常多的婆婆妈妈说 扭伤或者是这种神经痛 不要吃香蕉 这到底是哪里 真的吗 应该没有 很多人 而且我觉得是无稽之谈 对 但一忽然发现 你也听过 你也听过 对 不要吃香蕉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子传言是从哪里来 但是我想香蕉应该不是一个禁忌 应该是 对啊 对 猴子都没有过坐骨神经痛 这是不好笑的笑话 是是 好 所以香蕉是OK的 对香蕉是OK的 那有什么饮食是禁忌的吗 饮食目前其实在坐骨神经痛还好 就糖尿病要控制 对 糖尿病要控制 如果是你有糖尿病的 我就是要控制 对 是 好 所以今天我们把坐骨神经痛的这个基本概念 它其实坐骨神经就是一群神经 对 管你的脚跟屁股腰跟脚 所以这个中间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让你痛 你要找医生 对 去看到底哪个地方塞住了 哪个地方卡住了 哪个地方 或者是像糖尿病 它不是哪个地方卡住 它是整条神经都出问题了 那对症下药 是 控制血糖吗 还是不要再翘脚吗 还是 你这个开始要练核心肌群吧 你在嘴肩旁边的肌肉练起来啦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传达的 对不对 是 没错 那最后我还补充一个重点就是 坐骨神经什么时候一定要注意 其实是我们偶遇到这个案例 说什么时候一定要开刀 或是什么要注意 一个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叫 当它这个坐骨神经 它可能最喜欢破裂 或是坐骨神经 它压得很厉害 压到间缀这个地方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一个叫 大小便失禁 因为这个是急症 这种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 我们之前就有遇过病例 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姐 其实她就是坐骨神经 发作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她 因为发现她大小便失禁 可是因为她不以为意 她想说 大小便失禁怎么会不以为意 对 她就觉得她们尿尿 尿得不是很干净 尿不太干净 尿不出来 那她觉得是不是泌尿感染 她就先摆了一天而已 然后后来医院的时候 发现她这个压得很厉害 那开刀完之后 其实她的大小便失禁功能 半年之内也没有看到 很明显的改善 这就比较可惜 所以神经已经坏掉了 对 坏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急症 一旦发生 就一定要马上到医院来求证 对 所以真的不要放着不理她 是 有的时候轻重 事情有轻重缓急 我今天这个工作比较紧急一点 我明天再看 后天再看 包个尿布 这太不应该了 这真的太不应该了 是 是 是 要立刻 如果有这个马尾症候区 对 真的是压迫到这个神经 要立刻把它释放开 不然它坏掉了 对 有这样 你这辈子就生活就品质很差了 对 错 好 坐骨神经 这件事情可轻可重 希望今天我们能够让大家以后 不要再犯不好的错误 然后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 但是也让大家知道 在整个医疗上面是有救的 是 可以帮助你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林医师 谢谢 看完今天的内容 是不是让你对坐骨神经痛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而且有一种 以前都是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 好像讲了一辈子 看了一辈子的这个词 今天终于知道它背后 代表的意义 不管是健康的主题 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故事已经看过一百遍 你真的了解背后的意义吗 或许可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以多挑战自己一下 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订阅爱家好医生的脸书专页 带其他留言告诉我们 你想听的医学主题 也可以订阅爱家好医生的 YouTube Channel 看我们过往制作的精彩内容 大家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